正央在中國 為什麼 好 我給大家一個數字來看 就知道正央為什麼在中國 還記得2015年 中國股市從5000點殺到2700點 那個案例吧 當時這是 這東西叫做 就是每100塊放在銀行裡面 那麼中國呢 只能讓你去放多少錢 那叫存款準備 那在以前呢 就是大概有20 就是每放100塊人民幣 中國必須要保留大型銀行 你要保留20塊不能放出去 這叫做 就是我們說存款準備率 那存款準備率高 那表示是一個收縮的態度 存款準備率低 就表示放鬆 但是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什麼時候你要放鬆 一定是景氣不好嘛 所以我們知道在2015年 當時中國股市大點 台灣股市殺到7300點 那一波也是台灣殺得很重 是展開第一次 終於台灣的企業 跟中國企業產生所謂的 從原本是一個合作關係 變成是一個競爭關係 其實那個時候台灣股市也下跌 然後你看經過兩年的時間 下面是小銀行 小銀行當然存款準備比較低 大銀行存款就比較高 經過這兩年呢 其實中國股市上漲 台灣股市表現 也攻到一萬一千點 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年以來 兩年沒有動作的事情 在今年持續的 就是降低存存 那麼今年已經降低四次 所以回來一件事 中國一直降存款準備 對 降存款表示中國景氣有問題 一直要供應錢出來 那麼其實最有殺傷力的事情是 在這一次十一長假完之後 中國趕快集了1%的存存款準備率 表面上是為了穩定股市 其實不是 而是因為中國現在貸款跟存款幣 已經拉到七成五 所謂代表就是很多人去借錢 但沒那麼多錢借了 所以中國的銀行已經進入流動性的風險 那因為你現在的這個 就是你借款成本 你放錢的成本越來越高 所以它的這個貸款的成本也增高了 那這對於企業的融資 加上中國 美國在對中國貿易戰 不斷的縮緊這個 中國的企業的這個動能 之前傳統很多公司倒閉嘛 那你發現銀行的貸款增加 但銀行不敢放錢 但是企業可能會倒閉 但要錢要不到錢 這個狀況很嚴重 但是背後一件事情是 中國你怎麼了 因為以前的債務 都是存在所謂地方的政府 中央債務還算OK 現在是直接中央來舉債 所以這個情況下 當然就美國企業來說 中國畢竟還是一個很重要的 在貿易戰的初期 中國還是一個很重要的夥伴 如果中國遇到政策債務危機 會反噬到歐洲 反噬到新一市場 最後反噬到美國呢 這些綜合的情況下 使得川普認為 我在跟中國打貿易戰 你怎麼給我生息 你應該繼續維持一個寬鬆貨幣 讓美國有足夠的資源 繼續打下去 但是問題是 習近平遇到這個問題 應該是要怎麼樣求穩 然後希望跟美國能夠談判 沒有 最近彭博又開了一槍 等我們來談這事情 所以這個情況下 中國現在遇到的問題事情 如果土地價格崩盤 那對中國來說 那根本就是裁員出的問題 那也就是說 明年如果一月份 中國真是降息的話 就意思是說 中國的問題比想像的更嚴重